这就是直播的好处 以前我要是有人能这么教学 我玩个一万场别人教我这嘛 我练个一万场我都去打职业了 现在我弹服1200分 我能去打职业有人找我 但是祖国也老了 没办法去了 打职业的话18岁正好我现在02年 超过了那个时间了 这把大师局怎么这么抽象 上来0-4 空单两个人头 很好 走位走一下等小兵死了 这波一打二双杀呢 他们两个闪 给我救了 各位W OK 这 赛拉斯知道他这波接我技能要死 挺细的 有个问题什么 杰斯叫闪了没 赛拉斯没闪 下一步可以上场 杰斯有没有交闪是个关键 没事没事没事 烈士的话稳住心态下一把 不不不不 不是下一把 稳住 稳住心态 准备翻盘翻不了再下一把 说错了 稳住心态那一套 这队友都要点投降了 实在没办法 心态再好 找机会翻盘你也挺不住水晶包装 来可以打 QA A挂上W挂上 甲冬不杀 简燃 简他治疗 A靠近 AQ 完了 被拉扯了 这个AQA第2下今天怎么没没搞 OK 600块差点拿下了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这队友 也没有步枪 没事 找个机会拿大人 大人 配方 打不过就发业 OK从前开始 我将一次不死变超神 我被拉扯了你看近战Q就容易A不出来 如果刚才用的是远程Q就直接秒了 我直接秒打出被动 但我远程Q会缺伤害 因为我刚才就只有一把长剑 这个是有点被迫了 看到了吗兄弟们 就你用近战Q对吧 原先我们说的远程Q 可以自动打出一下平A 你这个近战Q 我们会卡位置 A不出那一下平A 真是浪费 等塞拉斯越塔 这不是什么操作 德莱文 好像是这个人交了个一闪 没事没事 这把我说的 这要是能翻感觉就无敌了 这就是一个这个 W掛上 就这个人 塔刀要拨 现在是我们 塔刀是我的经济来源 现在只需要稳住心态 他们只要浪一波大人头掉 直接前期漏的兵 掉的人头的钱就来了 现在他们死一次相当于死两次 杰斯交散了没啊 杰斯交散了没这个感觉挺关键的 他为什么知道草里有零啊 我觉得可以反打 他没关了 去围 来了 关了 哎卧槽完了 差点 稳翻兄弟们这个600块要我拿的这把能输我抽给你当球踢 这可惜这个大人头不是我的 那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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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辅助的人头换都行啊 辅助 哎呀这有狗啊卧槽 不是他一个辅助 三打一为什么要怕扛塔呀 我亏了两波线来的卧槽 AD也看得出来这波能跃兄弟们 这辅助我不知道在干嘛 拉屎不盖杀 他还真是狗兄弟们 卧槽 看来现在都挺诚实 ID都搞的 这么人性化 这波找到他这样的话我们直接就不来了 我这波强行跃他 等了等了多久 亏了两波兵吗 因为烈士的时候你们去换人头是赚的你们知道吗 烈士的时候你换人头是赚的而且换的是一个大人头 这就是你翻盘的资本 你如果说一直在发育对吧对面的发育本来就很好 你有机位不把握的话 那他们只会越来越多 QRA 远然往前翻 围一下他的二段 二段Q Q 被锤走了 这波只能这么跑了 想杀他们的一个赛拉斯被拿锤走 中路的线怎么说没有炮车感觉我可以吃了线顺便走 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 W 覆盖一下 往河道走有水上行走跑的比较快 OK 安全一点 我怕他们有眼给我狙死 炮车兵回家没事 跑了半个地步 没事慢慢拿大人头他这个人头只要死了就翻了 别急别急 主播不欢 心态稳住找到机会就翻了 我打的就是 逆风翻盘 那些翻不了盘的主要都是 可能有机会翻但是他心态已经不想玩了 在我这里出现不了 主打就是心态 等他A到第三下搞他一下心态 增加自己的心态搞对面心态 酷的 坏了 我蓝温被搞心态了 他们在打先锋 先锋我可能去不了 没必要 再等最后一秒 最后一秒他在灌淘宝 W灌上 我可以多A一下 QA 找一个大招 等一下技能CD W 放不了 哇等一下Q再等一下Q就好了我们一个Q可以给他收了呢 我 这队友也看出来我没点人我知道我缺伤害所以我要多参打几亚瓶 这个人闪现挺快的 他没钱 越来越有希望了 兄弟们 直接来快点 两个人偷得钱啊 三个人偷 这波没办法我没有没有点人我就只能多参打几亚瓶 这个诺手确实救得挺极神 快来快来快来这把这个大人头拿了就翻了 说句实话 被他闪现给活了闪现了 这个叫谁 被他们诺手救了 OK 队友没听我的强行哪下被抓了 止水一下 死了队友吃肚沉 这样也是 但我的队友能不能执行一下 嘿Siri Siri 喂 他们是不是知道拆到队呀 他怎么都出副驾驶呀 Siri不在 卧槽 我想记一下时间呢 看下他吧 W R A 完全追 他完全翻 什么持我的闪现啊 说一下就你们 卧槽我忘了 这样的话 我可能有点要被限制住了 他没闪啊我闪的没闪1000块不就杀了吗 不过来 打字尽效了 我几年没没打字互动过 打字我都 不太平凡 不太熟练 输的耐心 只有小瓜才会为荣誉而现身 可能游戏技术主播比较强但是打字技术我的青铜 黑铁嘛青铜太高了 大叔 跃了 1000块求你们拿个大人头翻了 前面打他个闪 真的没有人过来拿他大人头我都不知道怎么玩 QA AW一个大招一个平A 一个平AQA W挂上 追呀 你跟他换了呀 这辅助太狗了兄弟们 前面我亏两波兵去跟他跃下路 跃这个女警大人头他也不 不搞 卧槽这个人 贪生怕死 我们猎师要翻盘的时候你再跟我这切斋 这波确实伤害有点低了 所以我一直在喊这个大叔过来 我没想到这个 这辅助我们终于两个人伤害不够 这就是菜刀队的 好处嘛出个护甲鞋就无敌了 不是护甲鞋的问题他出了护甲鞋加上他大招的加护甲兄弟们 他大招可以加护甲 他刚才100多的护甲 这大叔就一直不死 这大叔就一直不死 Lokato 我在干嘛 我都被他们断节斗了 来 我来 这才是正常的一个 一个一个血量 他们杰斯太肉了我看他他变锤子有多少 126的护甲 没办法我只能说我是一个小问题 毕竟我是被牵连 没事 好看 等我一伙杀起来 现在翻盘机会还很大 只要给我制造一次这个 劫持1000块掉就行了 我把他闪现打出来他没有位移 我们拿不出 打不死他 这个大人头就很难受了 是他太肉了说实话 我们先杀他辅助 等他辅助 还有AD被我们杀 杀完装备我起来了 起来之后再拿个1000块 彻底就翻了 我不懂他们为什么 能杀1000块一直不拿 这一个人头 4个人头都行 可以交很多技能去换掉他们 别让他触发星石啊 结束 他要打我触发星石啊 然后再给我一技能锤走 画面都有了 游戏结束了 从现在开始一次不得变超神 帮我挡一下 ADC不挡枪 你玩什么AD 结束结束 这个是我的翻盘机会 所以这波我的闪该消 他回头Q我 触发星石 意见他把我锤开 然后AD把我杀了 这个 我觉得刚才这个情况应该会 很容易出现 这个闪必须要交 说实话结束了 现在我可以去杀他们的下落 我们这个蓝博 他电脑配置出了点问题 没事靠我 去围W 爬到第二段 W一个平A走位 围一下直接跑 思路要清晰 那么我们 就是第一 这波主打的思路 三人中间 斩AD 轻松拿下 我现在 我现在有杀他们后排的资本了 那我们就一直找他们的AD和補助 找他们的AD和補助 拿到我们该有的装备 我就去切他们的一个肉 先杀 能杀的 所以说我们要一直看装备 哪个比较脆 他有没有 中压 那他有中压 我就不去找他 因为我每次 每次的大招 最少要杀一个人 如果这是换一个中压 浪费了我一分钟的时间的话 那我们就脱节奏了 玩不了 这个TAB 他这个东西 兄弟们一直在说的这个东西 看这个战技版 是我们刺客该看的 你一直没有这个习惯 那你是有问题的 你反而要改 不是让我少看 兄弟们 你刺客就在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你对面对吧 有什么虚弱 你去了 可能就死 那你再赌 对面有个苗表 你上去打了一套 然后被他 中压给秀了 这波原来他有中压 他死的不冤 那这不就在赌吗 兄弟们 我一般优势和劣势 我都是 但是对面有没有技能 没有我就去给他杀了 他有我不会碰他 QR 爪到一个平A 他死了 游戏结束 杀不了 来死了 彻底翻盘 一次不死变超神 马上失心 所以你看我 优势的时候我乱杀 劣势的时候我还可以找机位翻盘 那翻的谁的盘 主播就是拿这些 我必杀的人 拿到了我 应该有的装备 不要看这个是 就觉得看得很烦 这个战绩版是很需要看的 你不看你才有问题 你玩个蓝刀你去赌 死一次就脱节奏的你去赌 那跟等死没区别 还没有秒表你看到没有还没有秒表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杀 我确实也快超神了 看他们出什么装备 见招拆招 你带虚弱我就杀另外一个 你出了秒表我就杀另外一个 上路是一个诺手 出了个这个东西 那我就不去找他 等我夜之锋刃 等我夜之锋刃我可以当着他门面把他杀了 因为他们现在反手一个Q就给我控住 我动不了 我们是一个刺客我不能脱节奏呢 一出手必须要拿人头 拿不到人头我就脱节奏了 速战速决吧 包过来可以吗 拉扯 杀了人就走 我们大招48秒一个 你就规定在48秒你杀一个人就可以了 但你自己算一下吧 10分钟下来你是不是杀了10多个人了 OK 慢慢来 这把我们还不是优势 优势让谁来 我现在直接发个账号密码你直接登你都可以 谁来都可以杀优势的时候 烈势的时候能杀起来才是关键 直接他应该在左右走 这人在左右走他以为我在跟他 我左一下他左一下他右 他往右我往右 你以为我在拉扯 我赌的就是他这个心理 直接毕了 这就不买真眼的坏处 他们AD还没有瞄表那他死了 大招好了就杀一个 大招好了就杀一个 一次不死变超神还差一个人 马上烈士超神了 可能前期这个杰斯10-0 以为我玩不了了 但并不是 我现在要超神了反而我还要去杀这个杰斯 我现在杀了人对吧我14级他13级 因为他的整级他是原封不动的他掉了大人头他还未死 让我升个一两级 我一直杀他队友我一直在保持我的升级 我现在马上15级 人头也快超过他了 超过他的同时我要压他两级 他很无奈 我都没遇到过他兄弟们 主播就拿了他那1000块人头 彻底翻身了 烈士局该怎么做 打 打在公屏上 我不想多说 这句话 我想让现代植物店 观众来说 打前级烈士有多大 我说了稳住心态就能翻 直线加速谁不会弯到快才是真的快 优势谁都会打烈士也要会打 那台是真的 没事没事 炒了我藏了 没有一个课代表 稳住心态什么局都能翻呀你们在说什么 烈士直接摆 把这观众插出去 稳住心态什么局都能翻 这每次烈士的时候都能听到我说这句话这都不知道 优势稳重求生烈士逆风翻盘 优势稳重求生烈士逆风翻盘 上分 密集 上分密集 优势稳重求生烈士逆风翻盘 优势你就别死1000块保住 对吧 烈士你就 找找机会拿到1000块你就翻了 这波我直接 正面镜头 你们要死了 哈喽 Q 剩下谁啊 剩下个光辉 光辉在这 操神了 一次不死变操神 我做到了 Q W爪刀强制位移砍出6加B 被控的同时你只要用出爪刀他不管你被控还是没被控 他都会强行位移过去 这是一个小细节 思路要清晰 那么我们就是第一 这个是一个排了20分钟的高胜率大师号 高胜率的号什么烈士你还能翻盘 你说正常 正常的对局对吗 那你怎么数 主播现在已经 反抄对面杰斯了 排了十几二十分钟自己你们也看了 那为什么排这么久一个大师号 人这么多的去 那是因为他胜率比较高 所以排的人 队友比较 对面比较强 刚才德莱文一直说我在玩什么 说我和中野 说我和打野对吧 还要跟我们中野互动 主播当时如果互动的话现在这个局面可能就没有了 但是我稳住心态 去找机会 现在优势了他也不好说什么了 那必输的局我们翻了 有输就赢这个游戏 他给你排一些这种 搞心态的队友你这种都翻了 等下一次 应该到你赢的游戏你稳住那就赢了 搞事的队友你翻盘 好的队友你稳稳拿下 这个分我都不知道怎么输 70胜率1200分 韩服就是这么来的 自己想 你死了 爪刀AQ一个大刀隐身 让他流血流死 思路要清晰 我现在十连杀了 人头也反超了 W挂他 压他起身 按Q就行 一直按Q W挂他 我们从前面的劣势 被动去 拿大人头 到现在我要杀他们想杀谁就杀谁 诺手是个肉胎也得死 ADC在卡下你也得死 先当孙子后当爷 是这么说的吗 怎么说来的 先当孙子后当爷 怎么说来的我忘了兄弟们 我现在全场17级想杀谁就杀谁 烈士就这么玩 看到了吗 开局很烈的时候我都不慌 很多弹幕都在发句句句 我现在超神翻盘了